猛龙英雷全新选择伦纳德的逼宫闹剧,在前些日子尘埃落定,被交易到多伦多的他一反常态准时报道,按照规则好好体检,以至于让人好奇,他跟马斯到底是为何回金月如此之深? 而在托尼帕克那一封感人被复的满场公开信后,近日沉寂多时的伦纳德首度发生,以一支简短的声明,感谢了圣安东尼奥,过去几周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该说些什么,而这最终只化作两个字,谢谢,我和我的家人们想象马斯队,以及圣安东尼奥球迷们表达谢意,伦纳德的公开信,谢谢这七年来跟我并肩奋战的每一位队友, 谢谢你波波,我对你的指导永远心存感激,谢谢所有的球迷们,你们是我见过最热情,最投入的球迷群体,在经历了巅峰与低谷后,我很高兴巅峰,占据了大多数的日子,那些我们一同达成的成绩我永远不会忘却,我即将开启职业生涯的下一篇章,我会永远迷记圣安东尼奥这座城市,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谢谢你们, 格林在谈伦纳德值得一提的是,昨日一同被交易到猛龙的大名格林在播客频道中,谈到对伦纳德选择沉默应对离对风波的看法,我不认为他的作法搞砸了事情,他选择闭口不言有好有坏,当你没准备好的时候,不说话有时是最好的选择,他的确是疏远了球队,很多人觉得他该出来说些什么, 事实上有很多消息,云在替他说话,如果他出面表,他或许能让各方都轻松一些,但我们都清楚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沉默寡言,伦纳德能否变得更好,他依然是个成长中的年轻球员,他还在学习如何掌控比赛,也会逐步习惯如何面对媒体,这些会让他成为更好的球员以及更好的人。